我們有東西有去幾個地方提案 然後委員們的反應都很好 就是那些評審委員 因為他會是一個記錄片的實驗 然後大家在這邊都還蠻興奮 可是我就決定我要 我的部分我要回到一個比較傳統的位置 就我可能用想像中比較接近傳統的方式來拍你 那可是我們有另外一個導演就會把我們所有的互動過程拍下來 就像日以作業那部片裡面的 日以作業 就是的那個作法 就是說他們還是完整的 他們不知道自己在拍一部紀錄片 對 OK 但是我們現在很有意思的知道 有人在拍我們在拍紀錄片的這些事情 那其實上次提到那個360度的攝影機 我們還是會準備 對不對 那我們在依照我們的預算找合適的設備 對 其實你們拖越久就越便宜 有沒有發現你只要拖半年就降到一半的價格 對對對 好 當然 可是我們不想再等 為什麼 為什麼不想再等 我們想要趕快開始拍 OK 對對對 因為我們可以到後期才開始有360影像 我們可以前期只有2D影像 對啊 就有一種就是維度慢慢升高的感覺 好啊 那因為我們明天還要去新加坡 就是我們其實剛剛應該是會拿到一筆預算 可是其實沒有辦法cover全部的製作費 所以我們明天還要再去新加坡提案 所以為了要拍你們我們很努力 謝謝 另外還有一個很便宜的 比VR360便宜 對 一般叫VR180 這是最近出的 所以它只有180 對 它只有180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可能性 對 反正你們就實際拿到多少錢做多少事 好 那因為我們其實這幾次提案 跟評審委員討論這個案子 大家都很有興趣 可是大家也有一些疑慮 對 就比方說擔心有件事情我們會拍不到 像是他說 他就問我們說 那你的私生活我們可以拍到什麼 就是比較傳統基督品的想像 那當然這個疑慮 所以我要駐辦公司這樣子 不是駐辦公司 因為我們的 比方說你說這個360或180的歲月 有可能在你比較私人的空間 可以啊 當然 那一樣就是你決定開的 當然啊 對 但你如果要就是全時間開的話 那確實最便宜而簡單的方式 就是我們把從錄這個會議室 那移到路旁邊 然後我就有一陣子住這裡 這樣子就可以拍到私人生活 不用啊 那另外一個可能性是 我理論上從9月左右開始 我禮拜三會去空總上班 所以他在空總有一個APP園區 就是所謂的社會企業聚落 會從精華界搬到那邊 對 那所以另外一個可能性是說 在那邊那是一個半排放的一個空間 但是那裡面也會有 就是我不是在上班 而是在等人來的這個狀態 對 那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未來可以用的空間會變比較多 對 那即使是在我宿舍好了 那也是你們給我CAM 那我自己開就開關就關 只是說關的時間可能就會比較多 OK 那但是我如果是實際住這邊 或者是我在空總 那就可以全市開場 那無所謂 全市開場可是我們到時候 素材的量會很驚人 所以嗎 所以剪接會很痛苦 剪接會很痛苦 應該還好吧 你可以挑有聲音的時候 OK 就現在有一些連算法 應該沒有那麼難 很懂 對啊 你覺得沒有很難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對我不會 真的 那意思是說我要幫你導演嗎 就是說我要幫你Mark說 我要整個集園幾天幾分 發生有趣的事情 對 所以其實那個 有一個委員 其實我在 因為剛好這幾次去提案 其實我們應該是會順利拿到一筆預算 所以就很誠實跟你說 接下來你會 不會像之前等我們等很久 你會常常被我們騷擾 因為我們要開始具體 謝謝 太好 謝謝了 願意 所以其實有一個委員 他的意見很有趣 他說其實這部片子唐鳳 就是第三個導演 對 然後所以 那我要很誠實的跟你說 我們前兩次見面 你都有放上網嗎 對啊 然後我好多朋友都看了 大家的意見都很一致 就是我是處於一個王敗的狀態 毫無招架 對 因為有時間差嘛 我先上網你還要講 沒有 不只他都 在我們對談的過程裡面 好像都是 我都是被壓著他這樣 對 你可以想講一些話 你可能沒有 沒有 不知道 我們先要你講話 對 然後 剛好我那個啦 上一部片子 上院線已經結束了 所以我們家人會很常 打擾 謝謝 不過我們票房很差 很慘 對 辛苦了 那你們算 在背上的事情比較多強 好 然後所以 我比較 我先問一下 你對這個評語有什麼看法 就是唐鳳應該會是 這部片子的第三個導演 那我覺得很棒啊 我覺得 你要說是D0的導演也可以 因為 因為其實就是 這一整套想法 其實我遇到你之前 大概2014年的時候 就很完整的想過了 只是當時 1360的攝影機 還非常貴而已 所以沒有辦法使用 但是我在有一次跟那個 端傳媒的專訪裡面 那一次是整個用3600錄起來的 就已經討論到這樣的想法 只是說當時就是一次性的 我們沒有把就是整個 Lifelog都做起來 但是這個想法我就是存在很久了 那也很高興你願意加入這個工作 對 可是我們不知道 360的攝影機 會在這部片子裡面發揮到多少 沒關係啊 沒有就沒有 沒有就下一次再說 好酷喔 是喔 那所以 像 所以現在我上次 有跟您提到 這部片子大概會有兩個方向的主軸 一個我們還是要談 就是你的很特別的生命經驗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唐鳳作為一個主角 跟影片工作者 在這場拍攝過程中的角力 嗯 其實就是有一行人在拍你的片子 然後這個過程被拍下來 那我們其實就在討論紀錄片倫理 跟詮釋被詮釋的問題 對 然後所以我不知道您看了反光嗎 大概看了 不過為了避免這個 就是又輪入上幾次的狀況 我完全沒有想反光的問題 所以應該不會有壓制你打開 哈哈哈哈 那所以我先講一下我們之後 可能要還是會有一些訪問具體的內容 那可是怎麼拍 可能要看我們今天的結果 就是之後我們可能還是要請你談一下 就是童年的 隨時都可以啊 現在也可能都可以啊 那我今天要跟你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要跟你正面對決 好來 對不對 因為之前大家都說我一直輸 所以這次會換我出招這樣 對 所以我然後我們之後 可能也會跟你談那個 限別的時間 太好了 然後就是你的數位工作的經驗啊 還有那個過程 然後你對這個安納齊這個價值 跟概念的想法 然後最後一個 就是我們一路一路聊 可能因為我們每次的時間 可能都比較有限 然後最後我們可能還要就是問你 然後你最後只會進入政府體制 那你對這些訪問 那我就是要先 先跟你說 就是我們也會找一些過去的朋友或老師 當然啊 他們就自己決定 他們願意就願意 不願意就不願意 那個我管靠他們 太好了 好 然後所以我今天就是我們要正面對決 就是我要問你 對紀錄片的看法 對紀錄片的看法 對 對 因為你知道你其實丟給了我們 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難題 你有沒有意識到 有 我有意識到 我覺得它比較是技術性的 它比較是技術性 對 就是說我們這一代的技術 就是還需要2D的camera 還需要導播 還需要這些 使得我希望的這樣的工作 變得比較困難 但是好比像說如果以後有便宜的 好比像說四軸飛行器 或者是那種小的360度的光場相機 或甚至野後光場投影機等等 那其實執行這個就變得相對上來講 成本可能到十分之一或不到 這樣的話你早前也不會碰到那麼大的困難 所以我們才想說這個是 比較pioneering的一個嘗試 但是也許再過四五年 大家就會覺得這很普通啊 就像如果你五年前去問人說 演唱會這個就丟一個四軸飛行器到高空 然後大家在家裡開VR開演唱會就好 大家就會覺得說這太前衛了吧 可是在現在這就是 每天都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只是就是 提早用比較昂貴的器材來做 五六年以後細從平常的事情 那我跳著問喔 就是如果我已經沒有 還沒反應 對 唐鳳 對 就是因為你其實給了我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就是你說導演練練的時候 會很像是QAT 就是因為我是念藝術理 我們說這個策展人的概念 對 對 為什麼你會這樣想 因為其實本來導演就是 只要看他的作品 他多少扮演一個 就是Bossig 的這樣一個角色嘛 有一些導演他拍完之後 他乾脆不想簽名嘛 有一陣子好像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 他就會用一個同樣的名字 就表示這部作品我還是賣 但是我不簽名這樣子 那再反過來講 有的導演會覺得說 其實演員什麼 就是他疏離的角色 他就是 拍出來的就是要讓大家覺得說 我是那個作者 那在這兩個 兩端中間有非常多的事情 對不對 那但是我覺得說 我不會覺得說 這兩端的取勝 是一個那麼硬的東西 很多時候是你隨著影片製作的過程 你發現說演員有一些 方法演技上面的一些創新 或之類的 慢慢的他就變成是一個 大家一起做的事情 而不只是 導演或編劇本來的一個想像 那我覺得人生也是 就是非常像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每天都接觸 從我們的五官 從我們的跟人的溝通裡面 接觸到非常多的素材 可是睡覺起來之後 你對前一天的那個episodic memory 到底記什麼 那個其實是一個策展工作啊 就是說你的短期記憶 寫進長期記憶的時候 你寫什麼進去 那這個本來就是一個 製作的動作 因為絕大部分都丟掉了 對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本來就覺得 我每一天醒來的時候 對於我前一天或更之前的 episodic memory 是一個已經製作過的一個角色 我不覺得說我是 怎麼講 同一個人 我會覺得說 就是他是好像每天拍一部片 然後我只是剛好 inherit了這部片的一個圖書館 然後呢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今天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curate我的所有的感官 然後呢我願意留哪一些給 後一天的不一定是我 可能是全世界來當作素材 來當有意思的事情 因為成龍你講的 如果完全不做curation 那其實就是一堆noise 沒有人類 也許未來這個別的智慧無種可以 但是沒有人類能夠處理全部的sigma 你是不是要做出取勝 那記憶都有這樣的 何況是就是導演 何況是記錄 何況是authorship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已經 下意識的就已經在做authorship的事情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現在只是把這件事情把它 怎麼講扶上檯面嗎 讓它變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情 而是我們都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說我自己記得的部分 也許只有這一點點 但是呢我接觸到的這個光場 我盡量讓大家也都接觸到 所以也許你或者也許其他別的導演 也可以有不同的edit 就是說我覺得這部分可能我後來就忘了 但是也許你們覺得更重要 那我覺得大家有不同的perspective 這件事情是我想要看到的 那這個是我對curation的想法 就是說並沒有單一的一個person 在dominate the curation power 而是說它是素材都放在這邊 然後它都可以做curation 那甚至一個人的個人經營 其實也是curation出來的 對 可是這樣子我覺得很有趣 可是你還是覺得 可以用360度環景的攝影機 那那個就是表示了 整個光場裡面 我們一開始丟掉的素材少一點 對 那你如果用傳統的2D的話 你等於在take的那個同時 攝影師已經幫你丟掉別的東西了 那所以就表示說攝影師它的詮釋權 其實就會變成說你事後 你當然可以補拍啊之類的 但是時尚應該就比較昂貴嘛 所以就會變成說 攝影師變成是說 有一些素材你容易取得 而有些素材變得非常昂貴 那當然360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事後再來決定 你要用哪個角度來看這樣 所以你現在你們用的那個360的攝影機 還是可以事後做分的 當然當然 都還是可以事後 它只是他們有像那個Lightro那麼厲害 就是說它不能事後對焦 對 那我們當然可以事後就是去挑角度 那通常我們的做法 目前甚至我們直播的時候的做法 是把它用一點像是 用一個投影的方式 把它縮到一個圓形裡面 等於讓它一次都可以看到 有點像是 就是一個語言吧 的這樣子 類似這樣的一個 projection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直播出去 但是在直播出去的過程裡面 大家可以自己決定要 視線要放在畫面裡面哪個部分 這種類語言的直播我們已經是 是不是幾乎每個禮拜都在做 對 可以看錄影 對 可以看錄影 那它的那個 短片的那個 解析度 我是說它的那個 要怎麼說 它佔的容量會不會很大 那就比較大 但是也沒有大多少 是嗎 沒有比較大 因為其實從某個角度來看 你只要有一個夠 Wine Angle的Lens 其實你就接近180了 所以360其實只是 2點幾個這種的量而已 它壓縮率啊 就是流量 它會壓在50倍以內 所以流量不會算大 是嗎 所以MP4 就H264那種 壓縮率就滿大 這個其實對 這對傳統紀錄片來講 是一個很新的一個概念 可是其實我覺得 因為兩位一次決定 對 所以在拍電的時候 其實很有趣 就是你說的這個 framing的這個概念 它其實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 也需要語言 對 也需要語言 可是它的那個 有可能錯失掉一些什麼的 有時候 怎麼說呢 這個有可能錯失掉一些什麼東西 其實是因為藝術創作很有趣的部分 那你有沒有想過這個360這個可能性 會不會在某種頭上其實抹殺人 或者所謂電影在藝術創作裡面的這個 那個美麗的缺韓或是 其實我們說長期記憶作為Curation 意思也是一樣的 我們講話如果現在沒有錄下來 到最後我們隔睡一覺 醒來我記得你講的跟你記得你講的 跟你記得你講的 跟你記得我講跟我記得我講一定不一樣 對 我們就會各自去做Curation 那你當然可以說這個才是真的 對不對 這個才是人跟人之間互動的痕跡 這個不完美什麼之類的才是 之類的以前那個希臘哲學學家 花了非常多時間去講說你寫成文字的話 這個就是對我們實際的講話的一個冒犯啊 什麼之類的 那但是事實上我們現在 我們還是建築在written record上 那還是建築在就是有一個第三方也可以來簡證 我們講了什麼 不管它是文字或者影像或者是其他的紀錄上 那當然你可以argue說 就是說如果你丟掉這個 會有比較好的藝術 或比較高品質的溝通出現 事實上也有人argue這個 就是所謂off the record 那但是一旦我們把 record引進來的時候 那我們要看的就是說這個 record 它本身它是盡可能的不是真的 還是它其實也有它自己的 就是你說缺憾美或什麼之類 可是這個東西我覺得不應該是 把它一刀切的說 你只要有缺憾這個就有藝術性 然後這個你如果這個太完整的收集了 反而沒有藝術性 因為從某個角度看 它是讓攝影師在當場做的判斷 變成它可以愛花多久做就多久做 可不是不做這個判斷嗎 所以像我們在玩電腦遊戲的時候 即時戰略遊戲跟回合制戰略遊戲 它其實是不同的藝術的形式 但你不能說因為即時的這個時間的這個 pressure 它產生出確實產生出某種藝術 所以你不能說把它變成是 你可以花很多時間想它突然就不是藝術了 你只能說它改變這個藝術的form 那我不覺得它會對藝術性有所損失 但是我會覺得它變成一種不同的藝術形態 那你有沒有想到它可能就不是 我們傳統認知的紀錄片和帝國 它可能是另外一個新的東西 不過為什麼是新的東西 你還是在電影院看 還是在電影院看 對 各位觀眾現在正在電影院看這個片 因為它基本上其實是一種新的製作方式跟思考 是啊 對 可是大家觀影的這個體驗 並沒有顯著的不同 那你有考慮過讓就是這樣子的東西 比方說我們已經用了最新的科技 那它有沒有可能連放映都不是用傳統病的考慮 因為我們現在並不是用環境的方式在錄影 所以當你用就是VR眼鏡看的時候 你的可視角是有限的 而且你不能重新對焦 因為我們不是用景深攝影機在攝影 但是如果你現在是用好像VR180的方式 那就表示透支能大概轉到這樣 可是至少你的景深以及兩眼看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當然你錄製的時候 你會限制它的方應的這個能力 但是其實只要我們這個Capture了足夠多的角度 其實未來也許軟體它還是可以推測 可以去腦補去修補 就像早期的很多影片現在可以用演算法 修補到藍光的那個畫質一樣 就是說當然未來按照觀音體驗的改變 我們也許用演算法可以填補一些上去 但那個就不是現在實際光線的情況 那個就是腦補上去的 好 那其實很有趣的問題就是你剛剛 比方說你剛剛講到記憶的真實性這件事情 那我這裡拍一遍這些年來 那也包括我去念的一個學位 其實真實性這件事情 在紀錄片都是一直都是一個很爭議的問題 就是到底紀錄片有沒有能力 捕捉到客觀真實的能力 我認為是沒有 我過去認為是 我認為紀錄片是不可能捕捉到客觀真實 我的概念是紀錄片只能做到主觀的誠實 因為就像你講的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選取之後的結果 就90年代有個很重要的紀錄片學者 電影學者 他就說當代去區分紀錄片或劇情 已經沒有意義了 因為所有可以判斷它是不是真實的素材 在簡介台上都已經被作者過濾過 沒錯 對 那所以我覺得 我不知道你對主觀這一詞 跟客觀這一詞的想法是甚麼 可是我會覺得 你好像在做一種努力 就是讓客觀真實的更靠近一點 也許我們還是拿不到 因為你的做法好像 讓客觀真實的可能性更多一點 至少角度更多啊 這邊就三個角度啊 然後另外就是說 在選材的過程裡面 就不是完全單一編輯嗎 每個選演編輯都可以選材 那我覺得當然事實上 你說完全客觀真實 那你還要把就是包含人類看不見的光 所有這些東西都放進去 那個才叫客觀真實 所以我們無論如何 我們都在討論reality 就是我們雙方都同意是現實的那個東西 而不是討論real 那個real是無法談論的東西 我想這個基本區分要做到 但是確實就是說這個reality 就不是personal reality 它可能是interpersonal 它可能是collaborative 它可能是multi-centered 那但是我絕對不會說它是objective 我覺得我們離objective還非常遠啦 但是就是說從單一個作者的主觀 變成了多個角度的旁觀 那這些旁觀又可以經過 curation 做成他們自己的主觀 我想現在只能做到這一步 所以你的所有東西就讓使用全都是完全開 是 那你到目前為止 你有遇過有其他使用者 就是使用你的素材和接觸嗎 相當多 相當多 很多是做簡報 像一個學生他要做學籍報告 然後他覺得我有某句話講得很好 或是說我有某一個演講的某一段 他覺得我講這個論點比他自己講得好 就會整個copy下來 然後放到他的簡報裡 那我在slide share 或者是在其他簡報平台上面 常常有看到拿我的簡報 或拿我們的影片的段落去進行 很多就是學生要寫學籍報告 對 但也有一些企業的內部訓練 那你有遇過錯誤的解釋 你的想法的人或世界嗎 不可能錯誤解釋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他的主觀詮釋是他自己的 那我怎麼能說對錯呢 但比方說他要quote你一句話 然後他給了另外一個不太一樣的解釋 或者是我譬如斷章去 那個就叫derivative 那個叫改作 那我既然連著作姓名權都拋棄 你本來就可以把整句話拿去 然後說這是你想出來的 那即使是這樣我也不覺得是錯誤的 所以你是 你不覺得是錯誤 對 但他用了你的話 那不是我的話 那是可能昨天的我或前天的我 就是說對我來講 一個identity 它最後只有一天的保鮮期 那超過了一天之後 我昨天講出來的話 我覺得我只不過跟所有人一樣 是另一個使用者 哇 很有趣的概念 謝謝 但是 可是這個 這個討論其實會很有趣 就是 但是現在的你 是無數個昨天 跟昨天的昨天 昨天的昨天的你累積出來的 沒有就是說我在我的長期記憶裡面 我有一些我curate過的角度 我可能我的 怎麼想 取得這些影音的 大部分是文字的頻寬比別人寬一些 因為我只要閉著眼睛回響就拿到 而其他人還要去YouTube上點開嘛 對不對 但是說到底這並沒有什麼差別 真的 你覺得這是沒有差別 對 對 好 其實就是討論記憶的很多說法 有說其實我們的記憶也是會變動 對啊 是啊 每一次回響你就變動 對對對 所以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東西是完全的 其實像你講的就是 我們可能只能試這場是建構reality 可是我們是到不了reel這件事 對 好 那所以我要直接問你 那你覺得紀錄片到底是什麼 我不知道啊 你說是什麼就是什麼 我說是什麼 對啊 現在不是你在講 所以你不在乎這部紀錄片會變成什麼樣子 對 因為其實當然我們說紀錄片 它當然首先必須要是一部影片 對不對 因為它是影片的一個分支 那所以只要大家現在用看影片的方式 正在看我說話 對我來講它就是一部影片 那當然這個影片它的紀錄片性 就是它的紀錄片的怎麼講 怎麼判斷 我覺得這件事情它真的是隨著時間在改變的 不管是紀錄片 大家對紀錄片一聽到的第一想像 或紀錄片作為一個文類對不對 一個影片類 裡面我們說有點像 我也跟斯坦說家族相思性 就是你講到紀錄片 腦裡會冒出一堆 可以到你要說 有沒有一個可以貫穿這個的 或打分數這個 這幾個條件符合到75分就叫紀錄片 好像也沒有這個業界同用的這樣的一個說法 對所以我覺得如果觀眾看的時候覺得 這是紀錄片 或說這張紀錄片的定義稍微有一點鬆動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 對 其實完全是 其實我要說 因為畢竟我是學這個的 其實紀錄片其實它原來是有一個定義 1926年有一個人叫John Greer 他下了一個定義就是 紀錄片是 the 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 那這件事情你就打架打很久 所以說actuality你要怎麼做 creative treatment 那你做完creative treatment以後 還剩下多少actuality這樣 而且真的要講 演員在演 不是自己的角色的時候也是actuality 對 對對對 所以其實紀錄片這個定義 炒了一百年 炒了一百年 快要一百年 但大家其實很蠻有定論 那其實我自己有一些書寫跟拍片 我也在思考這件事情 然後我其實一直是撞牆的 然後我第一次跟你聊天 我也覺得我是撞牆 就是我走出你的辦公室的時候 我就想說算你不要拍 然後來拍 這是要怎麼拍 可是我後來 因為你就po上網了 然後後面好多拍片的人 在上面留言 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完 然後我看完以後我好興奮 我就想說 那個我的論文裡面無解的東西 說不定我們有機會這一次 重新做一次例解 因為就像你講的就是 到底是誰在詮釋這部片子 那詮釋這些拍下來的事情 對 或者是我拍你 可是我現在詮釋你的人生 但是我們一直 紀錄片一直在討論 這個權利益的關係是正確的嗎 那你很快就丟出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就是詮釋詮制要開放 對 那其實是 我是嚇到的 那所以你說 你沒有想過紀錄片是什麼 那我想問的是 你覺得我們現在這樣子的工作啊 在進入你在網路跟數位的工作 今天的領域之後 你覺得它有可能會變成什麼樣子嗎 我覺得當然就是未來是要創造出來才會知道的 但是我們之前一起工作了幾次了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說我們都不知道 下一次Feel的時候 我們的狀態是什麼 因為這不是只是我們兩個的事 包括現在正在旁觀的三個人 以及這兩位攝影師 以及我們接下來PO到YouTube上之後 所有的不特定人 他們的留言 他們的意見 其實都會 我們下一次拍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說我們現在有一個記憶的屏障 把所有其他人的意見擋在外面 然後我們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的 繼續做下一次的拍攝 我們必然會被這些朋友們的輸入影響 所以它就變成不是我們兩個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朝向未來的可能性的開放性 我覺得這個是這幾次工作 對我來講我也有學到了東西 我其實我覺得完全贊同你講的 因為很有趣 就是如果我們有那些網路的留言 其實這部片可能我早不已經放棄了 我反而是因為那些回應 才給我更多想法 以為我們應該要來拍 然後其實在這幾次提案裡面很有趣 就是我也跟其他委員說 因為我對這個實驗我很有熱情 但我說這個世界上我們遇到的 能做這個實驗的對象可能只有他 是嗎 對 因為只有你是那麼直接 對於紀錄片的論理 也沒有辦法提出挑戰 就我今天如果去拍一個 對攝影機的自覺沒有那麼強 或者是對工作方式沒有要求的人的話 所有的主導權還是會在我手上 確實 確實 不過他只要看完我們的這幾個之後 他也會給你提出一樣的要求 這個就叫prefiguration 就是一種預兆式的工作 好 那接下來就是 那所以有的委員就說 其實唐鳳這作品子的第三個導演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大家 當然這可能跟我們表達的方式有關 大家都覺得說唐鳳在試著主導這部電影 你覺得有嗎 沒有耶 我其實是希望各位就是對現在正在看著你 來主導這部電影 OK 好 我覺得就是 怎麼講 就是第四面牆你當然可以把它變透明的 可是我們現在在做的是 直接請他就沒有牆了 手都可以穿過去 他可以走過來 然後自己弄一步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傳統上第四面牆的那個dimension 就消失了嘛 因為確實在我們完成剪接之前 大家都可以拿這個素材去剪接啊 對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 誰都可以當導演這件事情 才是我想要的 誰都可以當導演這件事情 才是你想要的 但是你還是介入了工作方式 那當然啊 因為不然這個您怎麼當導演呢 所以你承認你是第三個導演 就我承認說這是一個channel 就是我是往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個導演的一個管道 那這個也是一開始數位正尾 我給他一個詮釋嘛 就是人人都可以當正尾 要和幾位正尾是同樣的意思 要和幾位正尾 要和幾位正尾 對對對 你的正解是很有趣的 謝謝 真的 就是跟傳統官員會講的話就不一樣 對 好 那接下來比較技術性的問題 就是像你這種 我想我問就是 你過去的經驗裡面 比方說你也有用360環境 那你會拍攝一些會議 那你有沒有遇過就是有被拍到的人 他不願意入境 有啊 我視線都會說 好比像說 有時候是學員 那我就會說 攝影機只拍我跟簡報的這一面 但不會拍到大家這一面 就是說這些都會講 然後我會把那個拍攝的領域畫出來 但不願意入境的人 他可能坐到後面去這樣子 那願意被拍的其實蠻多的 願意直播的就比較少 因為直播他好像事後沒有辦法 再去糾正任何東西 但是紀錄的話 他可以就是說 那請幫我把 好比像說 幾點幾分到幾點幾分幾秒消音 這個他事後 還有這樣的控制權 所以願意直播的比較少 但是願意錄影或錄音的比較多 那像你們的正式 比較正式的會議 就是比方說 你現在在那個行政院的會議 我主持的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都是錄音 然後除非我們的速錄是剛好在 那就是以文字紀錄為主 但是其實基本上是以錄音為原則 但是不會有錄影 錄影的話就是錄簡報 就是說如果有人正在 像我這樣畫白板 或者在放簡報 那因為未來看出自導的人 如果沒有那個畫面的對齊 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說 這個左上角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我們會拍 但拍的就是在場的人的視線 所投注到的地方 如果在場不會沒事 就是盯著某個人的鞋子看的話 我們就不會拍到那個地方 對 那這個跟有就是 比方說有些人不願意入鏡有關嗎 還是你覺得重點就在那邊 我覺得那就是在場的人的視線 如果在場的人視線都是同一個地方 就是江澤的位置跟那個簡報 那而他們彼此之間沒有什麼交談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2D往這邊拍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些是一群人圍著桌子討論 那這個時候從上方拍360就變得很重要 所以你的決定要用什麼東西還是 看大家的視線所落的上面 那可是我如果作為一個觀眾 我在那個看簡報的現場裡 我就失去了移動視線的情況 確實確實 但是就是說在那種很正式的會議裡面 確實一般人也不會移動視線的這樣 也就是說我們目前還是受到場地或器材的一些限制 所以我們盡量在就是不要完全失去 怎麼講 完全失去可行性的情況下去做一些實驗 但當然隨時都可以做得更多或更好 所以其實你不需要處理這種授權的問題嗎 因為你都已經在這個地方 開會通知裡會寫 所以如果反對的人 他就不要來開會就好 那不會對會議的過程或結果有影響嗎 因為不是直播 所有人都還有10天編輯的這個權利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之前給10天編輯 那有一次碰到廉價就被抗議 就是說廉價還要我做編輯工作 所以現在改成10個工作天 然後在10個工作天上院裡同來基本上都是同意的 好有趣喔 你應該第一個這樣做的 在台灣的 沒有啊 其實多多少少都有人這樣做 只是說做了之後 然後有系統的把它公開 這件事情 對 確實我還不知道有別人這樣做 因為自己錄其實是很常見的 你只要進一個專家會議或進一個什麼 你只要覺得說這個中間可能會出什麼衝突 很多人就不告訴別人也自己錄音啊 甚至自己錄影啊 這個是很常見的 所以我們才會聽到爆料啊 有些記者受到片段啊 可是大家都沒有整個脈絡 所以就會被炒作一個片段 那其實是更不幸的事情 那這種事情已經見不鮮 所以我並不是第一個做的 我反而是去降低所有人的這個風險 而是說所有人都有一個完整的一個紀錄 所以才比較不會被斷章去移這樣子 但是其實你對 看樣子你對於開放這件事情 就變成 我現在讀起來 我不知道有沒有解釋出 就是你只是開放你自己 但是你不會要求別人這樣做 對 事實上這個就是所謂持守的 按照其裡面持守的那個部分 就是說我當然不受人影響 可是我也不會一定要命令別人 那我如果我們現在開發出一套方法 然後別人覺得欸不錯 那這樣他不用問過我就拿去用 可是如果他不是這樣的話 我最多就是提一些建議 但他如果say no的話 我絕對沒有第二句話說 所以看來你也不需要處理那個 就是授權的問題 就沒有啊 因為我當主席的話你來本來就是這樣 別人當主席的話 我不會推銷這一套給主席 那我接下來要問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有委員說啊 他說你的透明跟全然開放 其實會形成另外一種屏障 你有想過嗎 怎麼樣的屏障 就是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好了 就是 我 對不起 我一樣用我讀到另外一個例子 有一個能來歐的哲學家叫ZZek 他舉過一個例 他說比如說我們現在要讀唐鳳這個人 那我就會形容嘛 我覺得唐鳳很高大 然後五官很清秀很有才華之類的 那可是高大 清秀有才華 全部都是形容詞 也就是說它是主觀的 那如果說都是主觀的話 就有誤讀的可能 他說我們用精確的 用real這個東西來要求的話 就是所有的閱讀都是誤讀 但是因為透過誤讀我們才會靠近 跟他說讀一個最客觀的閱讀方式 就是把你的DNA序列打開 沒有形容詞 可是我讀完你的DNA序列 我讀完你絕對不會有錯 可是我什麼都沒讀到 那有一個委員就是說 唐鳳的全然開放跟兔領 我們看不到他的情緒 我們看不到 你現在不是充滿困惑嗎 你有困惑嗎 對 他是說這種 當然這是一個 這可能是一個怎麼說鬼論 就是你的全然透明這件事情 會不會反而形成一種報復 其實我們讀不到 你對某些事情的反應 因為你好什麼都好 你什麼都可以 你什麼都OK 還是你什麼都不在乎 可是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如果不拍 我off the record 我就會突然暴走嗎 也不會啊 他們都可以作證 我在沒有攝影機拍的時候 然後好像也沒有拍桌子暴走 我本來性格就是這樣 對啊 所以我覺得沒有這個考慮啦 但是就是說ZZEC 當然它 就是說 其實一個人的DNA序列 可能是最不重要的 因為我們看epigenetics 重點是它在環境裡面 啟動哪些基因嘛 就像這個一個毛毛蟲 一個一隻蝴蝶 它基因是一樣的 對 但是它是在什麼環境條件底下 啟動它其實會 從外面看起來完全不一樣 對 那所以我不覺得原始碼 或者DNA序列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當然覺得說 它在那個環境裡怎麼回應怎麼表現 那個互動裡面才有重要的部分 這是哲學的部分 但是回來這個工作的部分 我覺得我最多能夠就是說 而且我也同意有一些朋友的批評 就是說我什麼都放出去 它造成一個認知成本的一個增加 它distracting 它如果我只放結論出來 大家所有的注意都在結論上 我結論也不是不放啊 那是我結論前面放了所有的過程 所以大家就會花額外的時間 去試著在那個過程裡面 找更多的東西 可是它在過程裡面 其實差不多重要的在結論裡都有了 所以它雖然在過程裡面 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可是它的回收 跟它投注的時間不成比例 它會看了非常多主資稿 才學到一點點 比結論裡面沒有寫的東西 這樣子 那這個我是同意的 就是說確實它需要人花的時間 是比較多 它沒有我們最後做成結論的 那三點結論那麼 concise 但是我想講的就是說 我也不是不做結論 那你們自己要去看那些 怪我囉 而且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雖然什麼都學不到 至少比較知道 在政治空間裡面的對話是怎麼進行 它對公共行政學的普及 也許有所貢獻 對 那但是這個確實是一個concern 那到這一步我同意 就是它可能是一個diversion 可能比較distracting 但是我覺得不會說 這個是一個屏障的意思 就是好像有了這個 重要的東西就反而沒有了 可是沒有重要的東西還是有啊 對啊 我這樣說好了 好 然後我今天就來打架 來 請啊請啊 就是你好像對很多 我們世俗覺得很平常的事情 你都感覺有一種超然 像什麼 比方說 比方說你可以完全不在乎 我講對自己也就是性取向這件事情 其實你可以很好自然喔 你完全沒有 比方說有一些人可能他說 欸我認為我是沒有性別的意思 有些人講這些事情都會比較小心 可是對你來說好自然 對我就隨便啊 對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這樣子的超然 而且你好像是對什麼事情都這樣喔 對不對 網路是這樣 政策是這樣 當當諸位政委 你就是這樣嘛 對 所以很有趣 但是對我們說的可能沒有情緒 就是這樣 就是好像對所有的事情 有情緒 你看我有好奇心 我剛剛有露出至少對不對 好奇 困惑 然後高興 然後甚至還有一點dramatic 就是欸這兩位可以做見證 對 我有情緒波動吧 你們看起來有吧 對 所以你會生氣 其實就只有憤怒感覺不到 那是我的一個問題 對 喔 那我可以問這個嗎 沒有 為什麼你沒有感覺不到憤怒 欸我從有記憶開始就感覺不到憤怒 那有一個說法是說 因為我先聽心臟病 所以我的這個心跳只要快過一個程度 就是大腦需要癢的程度到一個程度 我臉就會變成青澀 然後就會 接下來就會昏倒 所以就是說 只要任何讓我upset 其實也不只是憤怒的事情 我都 對我都不能經驗到 為什麼因為我經驗到的時候 我已經沒有consciousness 就沒有我了 所以那個東西 身體有一個自我調節機制 就我任何時候只要一有一點upset 我就會自動開始深呼吸 我之類的 那那個是因為是四歲以前 我不記得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當我有記憶就是四歲的時候 我身體就已經這樣了 對 所以我其實真的沒有感受到憤怒的這種記憶 那但是有一些更upset的事情 就是說 因為upset也不只是憤怒啊 就是非常開心 對不對 也是upset的一種 那確實我小時候是 也沒有辦法非常開心 就好像那個range有一個限制 那但是12歲之後 確實也有心臟動過手術 理論上我什麼都可以經驗到了 已經沒有這個自我調節機制了 所以往非常開心的那邊 或者非常專注 非常upset 但是不是憤怒的這邊 我確實是有去做一些練習 就是說告訴自己說 It's okay to be very happy 那但是我並沒有反向的對 可以憤怒這件事情去做解密 所以我現在的身體還在 就是一經驗到憤怒就自我調補的這個狀態 那你會想要先夜空嗎 是還好 目前沒有這個 沒有太大的興趣 因為就是好像沒有什麼特別這個 就是說怎麼講 就是腦筋集團裡面不是有幾個角色嗎 對不對 那個紅的完全沒有 那好像怪怪的嘛 對不對 可是我也沒有覺得說 我現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面 我如果對一件事情非常憤怒 會有什麼好處 你還想不起來 對那所以這樣的話 我就暫時沒有空氣去進來 所以你有看到電視角嗎 忽然想要立體 請啊請啊 歡迎你 沒有啦 你對你喜歡哪一個角色 喜歡哪一個角色 好像亂的 喜歡哪一個角色 我覺得都滿不錯的啊 都滿不錯 我覺得就是我印象比較深刻的 就是說他把那個 最後一個水星球變成藍色嘛 就是變成 憂鬱的 對變成憂鬱的顏色 那然後他們自己有一個反省 就是說其實有的時候 Depression不一定是件壞事 就像在那個 Melancholia那部電影裡面 就是說就是世界要毀滅 但只有憂鬱的人才能認真的來處理它 因為其他人都就是被短期的東西所攪取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insight 他原來的版本是 就是憂鬱惹禍 然後大家把它收拾 對 但後來那個導演說 他這個劇本怎麼寫都寫不到 然後他自己才想通說 其實憂鬱是人情緒一個很重要的處理 所以最後憂鬱反而變成解救的 對啊 對 我覺得這是真的 而且因為我沒有辦法感受到怒怒 所以任何攻擊性的情緒 我如果自己身體沒有辦法靠自動調控來排解 他就會轉向對自己的攻擊 那那個就是憂鬱 好 很有趣 那你沒有怒怒這件事情 很多人知道嗎 應該看過不管陳春華的訪問還是誰的訪問 在很多訪問裡我都有講這件事情 好 對不起 那我沒有做到這個問題 沒關係 現在知道也不記得 好 也沒有審視什麼 OK 好 沒有作為一個那個 這樣表示我聽你調查的工作 就有做到 沒關係 好 那 我直接問你就是 因為看樣子 我剛剛跟你說 我們最後可能要問一些問題 那裡面會有你很私人的部分 怎麼沒有什麼私人的部分 你沒有什麼私人的部分 為什麼這樣說 你還是一個人 這就是 也許就是你這樣子的回音 讓很多人覺得你感覺不像是一個 我們說所謂的正常人 我們不要說不像人 這樣好像你跟一般人不一樣 你自己也知道 不會這樣覺得 因為我剛剛講的一個基本態度 就是說我對於我前一天的長期記憶 應該說我全部的長期記憶 我不會覺得我的擁有權 比其他的擁有權多 對不對 這就是為什麼我的作品 都是用 拋棄性命權 拋棄財產權的這個方式來釋出 就是因為我不覺得 這個應該 我應該exclusive 可是其實相信這樣子的工作的人 並不少 我們在國際上這個 TrialCC運動裡面的CC零售權 那些為了學術 或者是為了文化工作的人 他們希望他們作品 能夠被最大的利用 即使是在他們無法想像的狀態下 利用的這些人 也是做了相同的決定 那我覺得有一個差別 就是說他們很多 只有在他們的學術生活 或者文化創作生活以上 這些東西他們全部都拋棄 那我會覺得說 我只要能夠被不特定公眾 觀察到的任何場合 都算是創作 所以我把這個公司的這個界線 拉到非常的低 但是我覺得文化上 我的想法跟這些其他人的想法 並沒有太大的場合 那我想要問 你覺得你有界線嗎 你說你拉到非常低 低到什麼程度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任何有不特定的人 都能夠進來或跟我互動的場合 我就覺得那是一個公開場合 即使它不是公開的 那有什麼場合是不行的 因為你說你沒有私人這個 沒有像我只有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那當然就不是啊 或是說我跟某一隻貓 在互動的時候 它也不會互回搬帶攝影機來 但是這個時候它當然就 對我來講它就不是一個公開場合 因為它就是我跟一個特定對象的 inter subjectivity 的護衛主體 那在這個時候 它當然沒有所謂的第三人 或者是不特定旁觀者的這個角色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說 好 那它是private 對 那這個private的定義 比一般人的private 是線索非常多的 那這個private 或者是說你跟這隻貓的這個 護衛主體是 它如果它是被打斷 忽然有一個人進來 比方說這個珍奇未導演 他後來帶著攝影機說 我要拍你跟這隻貓的 對 那它突然之間 就變成公共的空間 那你可以接受 你跟這隻貓的互動 忽然成為一個公眾的主場 我當然不得不接受 因為它都闖進來了 那你可以把他趕走嗎 我沒有想要把他趕走 就是說重點是說 這個界限如果是我們先約定好的 那當然它本來就不會跑進來了 那它既然跑進來了 而且說不定手上 已經拿著一個直播器 我當然是接受這個現實 並且處理這個現實 我們有一點談話 都有一種那個shock 是不是這樣 沒有 OK 對 那 那直接問好了 你覺得如果你的態度是這樣 我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誠實的 就是如果我們怎麼都可以問 你真的會巨石的會到嗎 你當然不知道我是不是誠實的 你怎麼可能知道呢 當然現在有一些辦法 就是好像有一種 用紅外線還是什麼意義句 你可以照到我的腦袋上 我講的時候他會講說 這個我是不是刻意在編造現實 對 可是有的時候 假設我的回憶就已經遭到修改了 我是按照長期記憶來講 那這樣子就跟你看到別人的二手報導講 是一樣 它已經沒有real了 它就是一個reality 那這樣的話 你沒有辦法區分我是不是誠實的 因為我記得版本就是已經不是real的版本 是reality的版本 這種狀況蠻多的我也可以先跟你講 因為確實在長期記憶裡面 我被非常多的公開報導所干擾 所以有的時候我記得的主觀視角 跟攝影機拍的視角 有時候我更相信那個攝影機的視角 這是真的 對 但是我不會刻意捏造 我自己也沒看到 攝影機也沒看到的東西來跟你講 其實你我覺得蠻常見的 因為像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我拍片這麼多年來 我保守無盡應該主角配角 應該都路上有拍過 應該有進一百元 我拍自己 然後他們講的每一句話 其實我全部都經過剪接 我講完那一個就是變造 因為我是重新處理過 可是因為我們是一個遵守紀錄片認定的 影像工作者 所以我在公開播出之前 像電影院也好 這支台也好 我一定都請他們看過 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明明每個人都變造過 可是他們每個人都說 我拍的就是他們講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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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定會發生的 就是編輯權 對 然後他們沒有人質疑 所以我覺得你的這個試圖介入 你不要說主導這部片子的工作 其實也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刺激 就是讓我們真的重新去認識到 我們手上的權利這件事情 然後他可能也有什麼新的可能 所以我是覺得很有趣這樣 然後所以我們 我好像都沒辦法跟你打架 對啊 我沒有要跟你打 對 就需要兩個人嘛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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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 就是我有問一個 那個很資深的producer 他的建議是說 你們應該要進行一個concept的wrestling 然後我覺得 我現在都每次跟你見面 我都覺得我在跟空氣打架 就是我都一直撲不空 我要那個做wrestling 如果我裝不到他的袖子 真的 對 怎麼辦 我來給你打 好 那再來是一個比較 那個 比較不重要的問題 你小時候就是在你還是唐忠翰的年代 你有英文名字嗎 有啊 就是Autri Autri J U OK 沒有 其實是因為我要做一個提案 因為我需要你的英文名字 就是我要告訴大家 你有些轉變這樣 所以我們應該就是這樣 對 那個名字我應該是1994年左右 用到2005年 他好像也不是很一般的 沒有那麼長 他是一個轉寫 他本來是Autri 就是那個說過完的故事 就是裡面的一個角色 那是A-T-R-E-J-U 反正就是有一個 後來看電影 叫大摩羽 對 對 一個角色 對 那但是後來我把他 就是稍微有一些轉寫 然後就變成 Autri 好 那 對不起 我做一些之後 我今天要跟你 沒打什麼架 要問的都問完了 那我想 我問一些其他的問題 就是很多人說 你是知名的駭客 你覺得你的工作 跟駭客有什麼關係嗎 駭客基本上這個詞 駭客這個詞 它其實意思就是說 你掌握某一個系統裡面的工具 到非常親手的程度 以至於說出現新的狀況的時候 你可以用跳過框框的方式來解決 就是creative thinker 這個就是駭客 但是呢 因為大家大部分想的都是 資安領域上面的駭客 所以說他對一個資訊安全系統完全了解 那他就可以侵入去做什麼壞事 那個就是黑帽子嗎 或他可以去通知 做系統的人說你可以怎麼修改 那個就是白帽子嘛 對 但那個是資安領域的 我對資安就只有出錢的了解 我不敢說我是一個資安的駭客 但是我們在其他做系統的時候 我們做演算法 我們做資料結構 我們做資訊科學的每一個層面 都可以說是駭客 所以一個人可以說我是 computer graphics 駭客 另外一個人可以說 就是我是 programming language 駭客 這個都是通的 不是只有 information security 才叫做駭客 那所以我一般來講 被認為是所謂的 civic hacker 就是說應用技術在公民討論上 或應用技術在就是政府跟人民的關係上 那個叫做 civic hacker 這樣子 所以我是這種 hacker 不是白帽也不是黑帽 這樣子 好 那你的解釋就比較清楚 那我們之後可能就會再跟你約什麼 當然 我們現在 現在是差不多 好像差不多 對 等到一個小時 好 那我們可能就是 你覺得我之後也需要每次再演唱歌 隨便啦 你跟我說就好 我高興就好 好 那之後你大概什麼時候也有空 隨便啦 你有空我應該就可以要幾個時間 好 那個 不好意思我今天無理的說 就是我們可能 因為我現在 我在學校教書 然後現在放暑假 但我比較有空 所以我可能暑假的期間 就是我看看有沒有機會 所以就當然看你有沒有空 我可能希望可以至少一個人來的半方一次 沒關係啊 就是我只要有空的時間就有空 好 好 好 那你有什麼要用嗎 沒有 真的喔 你看你就是這樣很不像正常 有什麼部分 有什麼好 好 你對我們拍片的這些事情都沒有什麼想像或好奇 或是期待 我覺得還好欸 都沒有期待 好奇一定有 因為我當然也很好奇 好比像說網路上的各位看了之後有什麼想法 歡迎留言讓我們知道 對 好奇是有的但不是針對你 也不是針對我 是針對這整件活動 我覺得其實所謂這個全然的開放 跟這個透明這些其實是一個烏托棒的概念 那當然 他很理想 當然 然後我也覺得他很有趣 不過我想要先跟你說就是你要知道 我們在執行上其實就有具體的困難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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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我們只要自己有一分鐘 好好好 也謝謝你 但是我們 我們會盡力重道理書 因為我們會開放這個東西的權力 可是可能某種程度上需要這種的作品 有一個段落 我知道有一個時間的延長 沒關係 因為我們自己這邊是不受這個授權限制的 對 所以只要這個過程有記錄下來 我覺得我就OK 好 謝謝 好 謝謝喔 謝謝 我下次再跟你約束 好啦 謝謝 就不用打架了 反正打不起來了 我確定因為我輸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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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在想說 我們應該怎麼 就是有人說你們這個社群 有人用這個字 用Nerd 對 那你對於Nerd這個字的解釋是什麼 因為我們傳統的英文 會覺得它是一個比較 書袋子 書袋子 對 然後有人說 就是他們說你們現在 你們這樣子的社群 是Nerd 我們到底是什麼 就是 有一群很崇拜你的人 你知道 就是對你的 你不知道 我知道有好幾群你想哪一群 對 好 對 好幾群 就是那 那我簡單問好 那你們通常會怎麼稱呼你自己的社群 像之前講所謂的Civic Hacker 這個是一個專用名詞 對 但我現在入閣之後 我比較少講我自己是Civic Hacker 因為Civic Hacker它內在含有一些就是所謂反權力的這個意思 那其實也有朋友提醒我說 我一直講Civic Hacking 講我們講就是拆政府之類 就是它也有一些吊詭 雖然不是不能講 但是確實讓這個還沒有進政府的朋友講是比較容易的 對 那但是我覺得 不管你把它叫Civic Hacking 還是它叫別的Hacking 我覺得所謂的The Hacker Community 這個是我一直還蠻認同的一個Community 那它不管是叫Civic Hacking 或者是就是Government Technology 或者是所有這些東西 它後面還是一個Hacker's Theory 那Hacker's Theory 就是看到一個新的技術創造出來的可能性的時候 不是去撲滅它 而是去做實驗 然後看看有沒有跳脫框框的這個做法 好 那你對於有人叫什麼Nerd 沒關係 你可以叫Nerd 可以叫Geek 可以叫隨便愛叫什麼叫什麼 好 對 我覺得就是說講的那個名詞 它反應的是講的那個人 而不是反應我 那就像所謂的Hacker Community 那也是因為有些人決定叫自己這個Community 但是Hacker這個詞是彼此稱呼的 所以它不是自封的 所以我講剛剛就說 有些人把我叫做Civic Hacker 或者有些人說Hacker是什麼 對因為在Hacker Community裡面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Self Entitlement 而是說你某件事情熟到一個程度 你突出一些創造性的東西 別人說你在做Hacking這樣子 它是一個比較是 你不是自己封的一個Title這樣 所以別人愛叫什麼叫什麼叫什麼 叫什麼都可以 好 謝謝 謝謝 那你先吧 好 OK 謝謝 好 拜拜 那我們收集了 拜拜 謝謝 謝謝 還有什麼 這個也是有什麼幾個社群 例子講一個Civic Hacker 那它還有什麼社群 還有什麼別的社群 還有什麼別的社群 就是說 因為Civic Tech 它是一種科技的運用 那我現在比較不講這個 那Civic Hacking它又更廣一點 它不只是用技術嘛 你可以透過各種方式 它是一個 那再往外的話 其實還有所謂的 所謂的Free Culture 或者是Open Culture 這兩個字常會用 就是自由文化 或者是開放文化的這個社群 那就更廣了 它可能跟Tech跟Hacking 都已經沒有關係 像維基百科 它也可以說是 就是Free Culture 的這個Community 那再往外 那就是所謂的Open Community 你可以是Open Hardware Open Access Open什麼東西 都可以Open Standard 它都可以叫做 泛指的Open Community 對 那到Open Community 其實就是最 以我來講就是最廣的 對 這樣有回答嗎 你怎麼都不自己 那都是技術 差不多 我私好其他沒有什麼 什麼 什麼 休閒上的 或是什麼 遊戲的 或是什麼其他類的 什麼都是技術類的 可是我覺得那是一個心態 就是說 等到你在講Open Culture 或Free Culture的時候 它已經跟技術 已經沒有關係 它講說一個人 他願意把自己的作品去 或者自己的工作 去跟不特定人分享 那樣的話 其實跟技術已經快要沒有關係了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關係了 那再問說什麼 所以除了這個Openness之外 還有什麼別的Community 一下想不出來 但是 現在好像已經進入一個 紀錄片參與者的一個檔案 這是一個蠻新的 那麼休閒娛樂的一面 休閒娛樂的一面 對 因為我們看到都是你工作 那你平常都會幹嘛 有看書 然後聽音樂 感覺你看很多電影跟文學部 對啊 那你就沒有其他就是 你自己適合這樣的社群 因為你剛講看書啊 聽音樂之類的 那也是適合嗎 不是啊 就是說 就是同好 然後就 我們參與 比方說什麼 哈利波特讀書會亂講 哈利波特讀書 我亂講 我亂講的意思啊 你如果說是就混什麼 比如說線上社群的話 那當然啊 比如說我翻譯一些東西 會PO到像PTT的詩版 那這樣算不算PTT社群 這樣可能也算吧 對嗎 或是說最近混這個 PTT共務員版 對 那也是一個紫社群 那都是PTT這個母社群的一部分啊 對 那這樣子講的話 也是有一些線上空間 像 像Twitter啊 像 我盡量已經 盡量不用Facebook啊 但是其他就是 多多少少還是有一些線上的社群 對 好 謝謝 有待會兒的影響 還有還有什麼別的嗎 哈哈 我們鏡頭外的朋友 哈哈 只出聲音 不出影響的朋友 對啊 不想入資 OK 好 謝謝 那我再給你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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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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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